在巴基斯坦中国人只能住星期九点吗 在富人区的别墅里面住一晚 要花多少钱呢 条件怎么样 今天带你们去看看啊 走 在巴基斯坦的F6 F7 F8就是富人区啊 我们住的是F8区 F7区里面更漂亮 一排全都是超级大house 其实我们这栋别墅都算还好的 不算是最大的 你看这边的别墅 这两栋超级大 你看我左手边这栋别墅啊 外面都有一个安保 他们自己家请的啊 很多别墅都请了 就是一家一个 这个白色的就是安保亭 哈喽你好 你看他们家 停在门口的就是一辆奔驰 很多家庭啊 都有三四辆车 这个是不是 保姆买菜用的 继续往下面走啊 这边也是一个安保亭 也是私人别墅 他们家自己请的 哈喽 小奥迪哥你好 这家人呢 也是有三四辆车的 有一辆霸道 专案停在这外面的 看看我们前面这栋房子 也是超级大啊 外观就比较现代化 这边呢不仅有小区的物业打理啊 还有他们自己的管家自己的用人 这边的治安呢也会相对比较好 这又是一栋别墅 前面有新建工在打扫卫生 然后这个外面的环境就先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先去看一下我们住的那个别墅怎么样啊 改天专门去给你们拍一期富人区的视频 真的是有钱的人 太有钱了 我们这栋别墅的外观呢 就比较复古 比较独特啊 在这一片区域里面看起来 这辆本田呢 就是老板家的车了 那天我们在机场也是老板 安排司机来接我们的 看 好宽敞 这相当于就是一个门厅啊 是不是很漂亮 那边是一个侧花园 近来呢地面全都是大理石铺的啊 还是拼花的这种 到家都比较高的 这间呢就是我的房间了 就是我的房间是可以从这个门进去的 但是现在把它锁死了 我们要从厅里面进去啊 你看这个门 也是全石木的 很有造型啊 就是这种高的大门 很好看啊 从这里过去呢 就是侧院子啊 整栋房子是这样包围起来的 我们进屋吧 我很喜欢这种石木的感觉啊 欢迎回家 要是是我的家就好了 三层挑高小别墅 你看顶好好看哦 这楼梯全部都是天然食材啊 扶手这些都是石木的 二楼的话 是餐厅可以在这边吃饭 老板在这边工作 早上 早上 老板人比较忙啊 就在这工作 然后我们上三楼 三楼外面呢就是一个大露台 不过老板他们家 没有收拾就晾衣服什么那些 没有做成那种花园那些 哦这是别人家的屋顶啊 从这个视角看一看这边的别墅区吧 绿化也很好 这边三栋房子应该就是首都的地标建筑了 那边是那个半人马座 一个豪华商场 我呢是住在一楼 现在带你们看一下我的房间啊 看这个大门 就是双开门的 很有设计感 这个门特别漂亮 我这个房间可以吧 也很大 感觉至少得有三十瓶 它也做吊顶嘛 我觉得做得很好看 还有装个镜子 还有这样一个很漂亮的水平灯 这些地板也是啊 全都是天然食材 大理食品花的 像这种边边啊这些 这种造价都比较高 你们看这个门 还有墙 全都是实木的啊 上墙的材料都是实木的 应该这个房间装修要花不少钱 包括这床啊 也有一点美式乡村复古的感觉 也是实木的 这个呢是虚软器 天气凉的时候就可以用 这边呢有一个装盘 你看我所有的化妆品啊 护护品的全部都放这儿了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 这里有一个穿衣镜 也是很方便的 空调也有 还配了两个上墙的电风扇 这个风扇就比较复古啊 电视机也是有的 不过从来都不看 你们看这个房间 是不是真的很宽敞 这边呢是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部比较普通啊 我看到好多巴基斯坦的房子 它卫生间都是比较简单的 这是一个淋浴 然后这边是马桶 然后这有一个系列盘 一个镜子 一个镜前灯 看到这些东西没有 全都是我从泰国带来的啊 泰国东西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像这个VC洗面栏啊 现在是搞活动买一送一 之前是搞了三天就下架了 现在又重新搞这种活动了 真的非常好用 清洁能力很强 控油保湿收松保口 它这个同品牌的VC面霜 也是我比较推荐的话 价格便宜 只要58块钱一瓶 还要送一个小样 现在秋冬季节了嘛 就是要滋润皮肤啊 这个质地呢 就像奶油慕斯一样啊 非常滋润 但是上面也不会油 提亮肤色保湿效果很好 也是有一股椎子味 很喜欢 50克很大一瓶啊 要用很久 好了 现在咱们去吃饭啊 走 这边呢是我们的厨房啊 Excuse me sir Hello To breakfast The same as yesterday Thank you 早餐也是很丰富的哈 这里是两个煎蛋 不过今天煎的不是太好 还拿了一大瓶水过来啊 在巴基斯坦呢 也是要喝矿泉水 不能直接喝自来水 这个是烤的面包片 配了果酱和黄油 这一副呢 是巴基斯坦的特色 鸡蛋煎饼 里面放了番茄洋葱 还有辣椒 很好吃 就是烙的饼 这个也挺好吃的 咖啡牛奶也是有的啊 自己冲 牛奶 现在给你们公布一下价格啊 在这种别墅里边 住一晚上是200人民币 然后呢 我们现在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 是不是中国人在巴基斯坦 只能住新级酒店呢 答案是只对了一半啊 在巴基斯坦的首都 伊斯兰堡我们是可以住 这种别墅酒店啊 公寓这些都是可以住的 不过说是在白沙网 因为白沙网大家都知道啊 是十大恐怖之城之一 那边也是挨着阿富汗比较近 在那边的话 中国人只能住新级酒店 因为新级酒店的话 它会有安保 安全会好一些 好了 我要开始吃早餐呢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观众奶奶给大家分享一个 真实的巴基斯坦 我们一起看世界 一起吃美食 一起掏羊包 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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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